台南市兴隆高中篮球队成立于84学年度 在87学年度起由田本玉教练执掌兵服 并首度进入甲组八强 91学年度在阵中有月银力、林金榜、葛继豪等多位好手坐镇下 首度打进四强,最后拿下亚军 随着成绩一年又一年突飞猛进 兴隆逐渐取代屏东高中,成为新一代男霸天 另外蓝色球衣配上田教练强硬的带兵风格 也让他们取得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 蓝魔鬼 94学年度在阵容齐全之下 于决赛击败传统强拳南山高中取得冠军 并由队长庄隆轩取得年度MVP 而在当时饰演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男子团体F4 正红遍全台湾的大街小巷 因此当时四位高三的主力选手 张荣轩、罗玉群、蔡俊明、陈静安便被赋予新龙F4的美名 隔年虽然在决赛被南山抱了一箭之仇 不过MVP则是被喷射机张宗献在下 连续两年都让新龙的选手获得此出荣 接下来的七年新龙也都一直保持竞争力 直到103学年度 田本玉教练离开了他从头耕耘的新龙高中 前往高院工商指教 该年度由于爆发许多问题 险些无法进入八强 之后找为94学年度的夺冠班底苏玉胜 接下这个烫手山域 所幸仍摘下第三名成绩 不过从此之后 新龙的成绩开始每况愈下 而苏教练也同时是新龙最好及最差时期的见证者 今天的访谈我们便跟着教练 一同回顾新龙高中篮球队的历史 大家好欢迎收看BB戴药库 我是阿诚 那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新龙高中篮球队的教练 苏教练教练你好 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要先从过去 新龙高中是一个算是南部的传统强权 那我们想要就是从新龙的过去 先了解一下 从这个94年拿下冠军 以及教练后来也在104学年度 再重返这个新龙执教 那我们想听听教练分享一下 这一路以来的这个心路历程 是就是从91年回去念新龙高中 国中毕业就已经开始表演了 就是去读新龙高中 那时候其实也没想那么多 就是说就是爱打球 然后想说去那边环境看看 那到那边 其实觉得那个环境适合打球 所以就选择去读那里 对那接下来就是 一路读到高三也没想过会拿到冠军 是说实在 那当然这一路走来 拿到冠军非常不可思议 对那你说 会回去当教练 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回去当教练 因为当初本来是在首富大学 是当教练 那刚刚好新龙出了一些教练的状况 所以临时没有人 然后校长就问说 有没有时间回去帮忙 就是临时回去帮忙 因为刚好没有人嘛 对那回去帮忙之后 也想说本来只有一届 对那没想过一带就带了 带了七年 对那在这过程中 其实没什么改变 练球的时间跟内容都是 以前教练怎么练 我们就怎么练 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在教练高三的部分 有拿到一座冠军 对那在拿冠军过程 也跟不少 之后有进入职业赛场发展 那像F4也好 或是张忠倩也好 那想请教练分享一下 在这过程当中 和这些选手的配合的感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配合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们以后会 就是会发展 也不知道你以后会走到哪里 但当下就是 大家目标就是一样 就是看起来拿到最好的成绩 是 对所以也没有分说 F4啊或是怎么样 当然F4层名比较早 他从高一他们就 就报到很厉害了 对就报到名了嘛 那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 他们未来会怎么样 就是跟一般的球队一样 嗯 就是每天正常练习 努力练习 然后争取最高的成绩 是 那其实这座冠军呢 也是辛龙成军以来的 唯一做的冠军 是 那这座冠军呢 相信不仅是带给 当时的教练以及球员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相信也给 后面加入辛龙的学弟 列下一个标杆 那我想请教教练的是 你认为这座冠军 呃带给你 或者是 其他学弟的一些帮助 或是意义是什么 呃 其实拿冠军之后 往后的五年 嗯 几乎五年有打四次冠冠军 是 那时候应该是说 辛龙是最 颠峰 颠峰的时候 成绩都是在五年打四次冠冠军嘛 所以那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是 但 随着 慢慢的 少子化 然后南北差异 资源落差开始越来越上 所以 到了第六年第七年 慢慢的开始就 没有收到这么好的选手 但成绩都是在八强内 嗯 对 所以冠军对辛龙来讲 当然招生 或是名气 都大大的提升 是 对 那让田教练他们应该也是 招生比较 那五年来应该是 演技比较容易 是 是 OK 那刚刚教练有特别提到田教练的部分 相信哦 田教练在 不管是辛龙的文化当中 他有建立了 辛龙的 一些传统跟一些体系 那 呃 我想请教教练的是 在 这个部分 就是田教练不管是 呃 在辛龙也好 那或者是 有许许多多 就是在之后 HBO赛场上 向教练也成为 呃 教练 那 我想请教的是 就是田教练所建立的这套文化跟体系 你认为在 呃 辛龙高中当中 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影响 其实教练练的东西 到我当教练 甚至很多我们辛龙出去当教练 是 其实大致上都没有什么改变 是 然后 因为辛龙的 面球时间跟所有的作息 其实我都没有改变 是 只是有加了一点 就是自己的想法 但整体上 田教练的 一些体系啊 一些管理方式啊 我们都没有改变 最重要的是 因为你也知道 田教练以前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教练 所以 我们的纪律 还是 跟以前一样 就是要求非常高 这样子 对 OK 好 那 呃 刚刚就是前面有提到说 田教练离开之后 辛龙这边有出现一些 换教练啊 的产生了一些问题 后来教练也在这边接手 那不过呢 在 教练接手之后 也不仅仅是 呃 球队内部有一些问题 像北部 刚刚教练有提到说 就是北部的资源可能比 呃 像 南部啊 这边还好一些 所以说 呃 在 整个 整个高中的篮球的生态当中 似乎没有像 以前发展来的这么好 那我想请教教练也是 从 这些变化来看 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嗯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当初 坦坦HBL的队 可能就只有你的 就是辛龙 所以台南的孩子他想要打篮球 他就会想要去 去资源 去资源 资源 但 慢慢这几年你看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大家为了想要早晨 都是组球队 是 所以慢慢的开始有一些 球队出来 那当然自然而然的球员 就会被 分散掉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 以往 我们又没什么资源 辛龙本来就 从天下以前到现在 就没什么资源 所以 慢慢的招不到好的球员 是 对 那当然就像你讲 其实球队 自己本身 也有发生一些状况 就例如说 收到全国冠军队的时候 全国太子 太子都拿冠军 鼓鼓都来我们学校嘛 对 但是为什么会离开 其实这当中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变化 因为 说实在 原本 只要收到那一批 想说就可以往正常的轨道上 开始 像以前这样 慢慢的 接着 接着 但你不会 意想不到说会发生 就是状况 然后五个都没来面 是 是 对 OK 那刚刚就是 就是有提到说 辛龙这边的 产生一些变化 也造成说 辛龙在 在接下来这几年 可能就是在 资格赛面临 比较卡关的状况 那在这种 卡关的状况之下 教练你是怎么去调整 整个球队的一些 不管是 训练方式 或是体系上的改变 其实说实在 我们从五年前招第一批 第一批是 就是 最近几年打12强 那一次 其实从五年前招到那批 之后太子国中出走 其实 原本那批招完 打完12强之后 其实我就准备 要离开了 但是因为我们辛龙的老 老板 就是我们的 老校长 他又回到学校接管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那要不要再 试试看 是 对 那当然 就像你讲 我怎么去调整 就是以前都是八强的球队啊 怎么会突然 一下子掉到资格赛 那这种心情是 你只能接受 然后面对 然后去 想办法 看各位 让小朋友越来越好 是 但事实上 你找不到好的球员 你很难去练 当然我们很努力 但说实在 打进12强 我认为他们已经表现 超过100分 是 对啊 所以 你说现在 我们怎么去调整心态 包括今年也是一样 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 对 所以最后一年 我就跟他们说 尽力而为啦 因为毕竟 其实我们现在人数 也不是那么多 是 男大的也不是那么多 就是尽力而为 对啊 OK 好 那刚刚教练提到说 今年也是 在辛龙的最后一年 对 那下周呢 就要在花莲举行 本年度的资格赛 对 那想请教的是 教练在开赛前的一周 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要对球员 盯你的部分 就是 保持平常的辛保 然后我们这个礼拜会调整 就是比赛的时间来做练习 就是比如说比赛是下午一点多 我们练球的时间 就会练一点多这样 然后他们适应 比赛的时间 对 OK 对 然后 我也是跟他们讲说 反正就最后一年 就放手一搏嘛 嗯 你能走多远 就尽量走嘛 对啊 OK 好 那 呃 这几年 等于说是台湾篮球的环境 有出现不少的变化 那像去年 又有 PASS LEAGUE的成立 今年又有 T1 LEAGUE的成立 那加一加呢 职业加半职业 总共有17支球队 那 想请教教练 在这一部分呢 因为 在环境的变化下 可能在进入职业赛场的部分 球员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去挑战 那 请教教练 这部分就是有什么 对 小朋友的一些建议 就是 现在打球 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因为 现在打球就像你讲 17队 选择多 机会多 就算你不是球员 其实 你也可以当训练员 你也不一定说 你一定是当职业球员 你可以当训练员 你可以当一些管理 都是有关篮球的一些工作 对 那所以现在的小朋友 我跟他们讲说 当然努力朝着当选手 但如果你不能当选手 你去思考一下 既然你很爱篮球 那换个方式去爱他 是 然后当一些 比如说训练员 然后防务员 保护人 然后管理 接纯 对 那当然 成立这么多职业队 对小朋友他们来说 是好事 因为以前 那时候我还记得 两三年前 SBL选修的时候 很像 一季没选几个人 对啊 那时候人家就讲说 那这些打球的小朋友 都怎么办 你只能读完大学 那读完大学怎么办 对 所以现在当然对篮球圈是好事 是 对啊 包括现在台南又成立一队 对 台南列印 因为台南从来没有 职业队 职业队 对 跟高雄一样 从来没有 但是这一次 对南部的小孩子来说是一个 是梦想啊 你就是以后你可以跟他说 那我在南部打以后就有职业队可以选 对 对 而且现在每一个县市都想要在地化 是 因为在地化才可以走得长久 是 OK 好 那最后呢 想要请教教员的一个问题呢 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教员从当球员时期 或者是后来又重返辛龙当教练 那应该有接触过不少的球员吧 那想请教的是教练 就是您心目中的辛龙队史的最佳舞 最佳舞人 很难选 很难选 最佳舞人 因为这个 这个年限太大了 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有20年 是 20年球员 几乎我都知道 都有接触过 对都知道 但如果要选最佳舞人 真的是太难了 是 对啊 那 在辛龙当球员的时期 有没有打几位球员特别印象深刻 当球员的时候可能就 楼圈吧 是 楼圈 中线 然后 再来就是 如果我知道的学长他们 就 范耿祥嘛 现在那个政大的人 政大的人 教练 范耿祥 然后以前有一个叫 陈俊杰 是 对 然后 那是高中时期对他们印象深刻 不是到了职业才印象深刻 就是说在高中 在辛龙的那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印象深刻 然后还有一个叫 郑瑞宏 OK 对 那几个让我觉得 就是 在高中时期 你会觉得说 你看到他打球 你会蛮惊艳的 是 对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大概到这边结束了 那 在 资格赛开打之前 我们也预祝 苏教练带领的新闻高中能够 达成自己的目标 顺利打进 十六强 好 那在这边呢 谢谢苏教练 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